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我们主持《善词法师和你谈素》的新节目 其实身边很多信佛的朋友 都对素食这个话题很有兴趣 他们也想知道多一些征讯 和有佛典支持的素食资讯 好 我很高兴有这个因缘 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 其实第一集不如我们简单一点 直接一点 其实可以分享一下佛教辞素的原因 究竟食素 鱼素 是否很简单来说就是不想我们杀生呢 可以这么说 因为人最宝贵就是生命 如果人失去生命 世间的一切都不会再有意义了 杀生就是有广义和狭义的说法 如果在侠义来说就是杀人 杀生就是杀人 如果在广义的角度来说就是世间的万物 你令到它毁灭 你令到它生存不了 都是代表杀生的 因为不仅是人有生命的 动物 植物 乃至山河大地都有它的生命的 一条桥 一棵树我们都不会去伤害它 令到它毁灭 所以亦都是我们佛教说 情与无情 童源种子的意思 其实我们现在身处的河花池 其实也很有生命力 是的 也要外护它 是的 其实佛教的慈悲心是普及一切的 佳杀生主要是长养我们的慈悲心 《列弘经》说 食欲者断大慈肿 行住在恶 一切众生 闻其欲气 悉生恐怖 是的 师傅 其实你听你完这段经文说 其实我们有时经过一些街市 有时闻到一些生的欲 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有点不太自在 是的 很多人都同感 所以《大乘梵经》 《菩萨戒本》第三条说 一切欲不得食 断大慈悲性种子 一切众生见而舍去 是故一切菩萨 不得食一切众生欲 食欲得无量罪 师傅 听你刚才所说 所以其实中国佛教 即提倡慈素的原因 就是源自慈悲心 是的 我们不忍心吃那些家禽 那些鸡鸭羊 鱼等等的肉食 其实就是不忍心他们受到伤害杀害 我们中国有句话说 见其声不忍见其死 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事故君子远离泡厨 听完师傅你说 我也想起我小时候住桃花环 很接近牛棚 其实印象也记得 那些牛隻运到逃墙的时候 眼神其实我记忆印象是有眼泪的 所以我听完你讲的一段分享 也有这个感受 其实食欲就是长养我们的慈悲心 不要失一个大慈悲性的种子 这样才成就到我们一个行菩提道 行菩萨道 其实自古以来 因为杀业的罪业是最大的 而最大的功劳 功德在世间上都是互生 所以我们佛教就有放生 放生就是体现佛教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这个精神 所以我们每天吃素就是真正的慈悲 究竟的放生和互生 不杀生再吃素 那你就进而去提倡到这个生权平等 和21世纪所提倡的 外护动物和外护地球 这个环保观念是非常吻合的 师傅 所以其实食素 都可以培养我们的慈悲心 培养我们的柔和性格 以及对我们的身体也更健康 可否和我们分享多一些 在佛教经典里面有关不杀生的内容呢 好了 六道轮回是我们佛教最核心的理论 我们所食的动物是一些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 所以灵验经讲 以人食羊 羊死为人 人死为羊 如是乃至十生之类 死死生生 户来相淡 与父我命 我还与债 以事因缘 经千百劫 常在生死 师傅 其实这段经文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段经文以羊代表速度的众生 这个速度的众生被一个人吃了 这个人杀羊的孽因已经种低了 我们佛教说 生生世世去轮回 食羊这个人 他经过很多轮回 他碰到他杀羊的孽因成熟的时候 他有一生去做羊 而这个羊这个畜生 他亦经过千百劫无耻生的轮回 他亦因缘成熟的时候做人 这个人又去吃羊 于是他又去结他的恶业 于是他们不断循环 苦苦伤生地没有了结的 是不断地轮回的 即六度轮回就是不断地循环下去的 这个苦 这个恶业就是一直延续下去的 所以梵网经菩萨界本 里面的《轻救计》第二十条又说 若佛子以慈心故 行放心业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我生生无不从之寿生 故六度众生皆是我父母 遗杀遗食者即杀我父母 亦杀我故身 《灵网经》《卷世》也说 一切众生从本以来 辰转因缘常为六亲 以亲相顾不应食欲 师傅这段经文 和数值有什么关系 它的意思是 它经文的意思是 我们从无耻以来 经过很多世的轮回 很多众生都曾经是我们的亲人 或者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是不忍心吃它们的肉 也不应该吃它们的肉 是这样的意思 好 多谢师傅你的开示 令我们知道佛教持素的原因 为何我们食素是因为不杂生 好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